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聊一个清朝皇帝的小秘密 什么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节俭 在很久以前咱们讲康熙系列的时候 说过,康熙啊,说他自己节俭 有多节俭呢?跟前朝跟明朝的皇帝比 这明朝皇帝啊,一日之用,足共镇一月之虚 明朝皇帝一天的花销,康熙呢,能用一个月 康熙这话呢,还真不是拍脑袋瞎说 他专门找人做了统计 这臣子告诉他,说我们算了 这明朝的皇帝一年花多少钱?96万余两 皇上您呢?皇上您去年一年花了24万两 比他们少多了 但是呢,今年啊,今年您只花了三万两银子啊 你想这明朝的花销是您的32倍 那这么算下来,可不他一天的花销就够康熙花一个月了吗? 那么说这康熙真的就能省到这个份上吗? 这差30多倍,这差的也太多了 和这明朝皇帝用的都是奢侈品 康熙用的全是残次品 真的是这样吗? 这官员下面还有数据 说咱再比这烧的这木柴 明朝皇帝一年烧多少木头啊? 烧2600余万斤 皇上您呢?您只用七八百万斤就够了 那这木头怎么也这么省呢? 大家一样都住在这紫禁城 每天都要烧火做饭 冬天呢都要烧炭取暖 康熙怎么能这么省呢? 这秘密啊就在咱今天要讲的这个黄庄 这黄庄啊 其实就是皇家的庄园 在明朝时候呢 这皇家也有庄园 但是呢 清朝的皇庄 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 都比明朝要大得多 咱们看这满清刚入官的时候 这不到处圈地吗? 看那个时候的那电视剧 凡是说这个官员啊 是个贪官 基本都这条 说他圈地乱国 其实呢 圈地圈地圈的最多的是谁啊 那当然是皇上他们家了 后来呢 圈地这个事被康熙给禁止了 可是呢 禁止是不许再圈了 之前圈的这些地 那可都没还回去 皇上家圈的这些地 基本上后面慢慢的就演变成了皇庄 这个康熙的时候啊 这皇家的庄园有多少呢 多达一千六百余所 占地多达六百万亩 分布在直立奉天 吉林 黑龙江 山西 蒙古等等 等到了乾隆时期 这皇庄的数量进一步增长 已经变到一千九百余所了 在这皇庄里面 耕种劳作的壮丁 多达七万余名 这咱们就知道 这清朝皇帝节俭的这个秘诀了 在哪呢 因为他们的很多花销啊 不用花钱 是由皇 这个皇庄啊 直接供给的 所以呢 哎 那自然省了 那位说这皇庄供给皇宫 他们不就给点粮食吗 可不是 清朝这皇庄啊 功能非常的全面 咱举个例子啊 就乾隆朝 那不是有一百一千九百余所皇庄吗 这里边最普遍的是梁庄 有七百余所 另外呢 还有果园 有三百八十余所 另外还有瓜菜园 九十余所 银庄 一百三十余所 还有棉庄 垫庄 盐庄 简庄 六十余所 这学功课的朋友们 可能跟我一毛病 发现什么呢 哎 你把这几个类别加起来 它没到一千九啊 只有一千三 还剩下那六百多是干什么的呢 我也不知道 那书上就这么写的 我也不能跟你们胡编 是吧 反正呢 是什么都有 综合起来 这皇庄都能给皇家供应什么东西呢 主食 米骨 豆麦 都有 素食 瓜果 蔬菜 也都齐全 肉是类呢 鸡 鸭 鱼 猪 牛 蛋 都有 另外生活必需品 像什么油 盐 布 石灰 木炭 也都有 哎 你看木材从这就供了 所以康熙用木材才少吗 另外再有 还有好多这农场 给供给野味 像什么鹿啊 袍子 野兔啊 等等 另外还可以供应战马 甚至还有中人参的 哎 你想 那东北那不是也有黄庄吗 总体来说吧 就是你今天啊 你去超市 你去超市看 除了那个小家店 黄店 黄庄没有 其他的超市有的 黄庄都有 所以呢 咱再回到这集开头 康熙说那话 说这个明朝的皇帝奢侈 花销比我们大得多 这实际上呢 如果清朝皇帝 把这黄庄的成本再算进去 那到底谁比谁更奢侈 可就不一定了